张帅斯托特庆祝胜利 配图来自张帅微博 北京时间9月2日消息 2018年美国网球公开赛 进入第六比赛日 中国金花张帅取得一日双赛双胜的战绩 先是在女双比赛里他当斯托特以6比27 62角落赛会4号中子徐一番达布罗斯基 晋级16桥 随后又在混双赛场 搭档皮尔斯6-3除以6-3 哼扫了四位托利纳索阿雷斯 晋级8桥 张帅和斯托特达到本轮对手 是赛会4号中子徐一番达布罗斯基 首盘比赛 张帅和斯托特达进入状态较快 连锚带破取得3-0的领先 随后徐一番和达布罗斯基 也逐渐找到了手感 两边一直爆发 比分交替上升 第七局徐一番组合 有两次回破的机会 但是张帅和斯托特达一一化解 这也极大打击了徐一番达布罗斯基的自信 在第八局非保不可的一局里 他们连丢4分再次被破 一二到六告负 第二盘 徐一番和达布罗斯基 依卡默契的配合连续破发 得手 打出了4-0的小高潮 但是张帅和斯托特达积极急球变 多变的战术帮助他们两次回破 同样也连赢四局追平了比分 接下来体能达到临界点 得两队组合发球巨量都有所消滑 各自破发两次后战这六道肉 更加稳定的张帅和斯托特达 一小分级2拿下 昂首紧急16桥 将战巴辛斯基自沃纳列娃 张帅和斯托特达下一轮对手自沃纳列娃 巴辛斯基随后将帅出战魂双 对手是斯维托利纳索阿雷斯 首盘比赛 张帅延续了在女生赛场的好手感 和皮尔斯配合默契 前六局双方各自爆发战至三到三后 张帅和皮尔斯盘末发力 先后破掉了索阿雷的发球局 和斯维托利纳的发球局 连赢三局后6-3拿下 第二盘 双方前六局都没有送出破发点 比分交替上升又战至三比三 第七局张帅组合顶住压力爆发 随后的第八局斯维托利纳和索阿雷斯 没能顶住压力 遭到扑发 张帅和皮尔斯在第九局守住了八球胜赛局 一六杠三的下一城 晋级八球 将战二号种子梅利查马拉赫